它特別在機芯 我們以前也介紹過這個牌子的機芯 是Soprot P024的機芯 要是它特別有機芯 Cinewatch Basel 一路我們介紹的都是飛行員錶 今次我想介紹它另外的東西 就是一支潛水錶 小聽一點 這支潛水錶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是43mm 也不小 這個品牌的錶通常也大一點 你又覺得它的樣子有點像某個什麼 熟口熟臉 像Panerai 像而已 但不是完全一樣 這牌子出的潛水錶不是太多 但它也有去賣點 底面也是用藍寶石水晶 但它的潛水度又不是很高 只有100米防水左右 不過它特別在機芯 我們以前也介紹過這個牌子的機芯 是Soprot P024的機芯 要是它特別有機芯 不是 它特別在它的機芯是P024 因為之前我們說過這個牌子 用很多是ETA的機芯 今次它是用P024的機芯 還有一個特別是 它除了前後有Sephy之外 這個還是限量版 這個限量版是多少隻 多少隻 總共是300隻 沒錯 但你經常拿到一個漂亮號碼 我這隻是Lucky 8 8號 另外一隻藍寶石片也不差 208 沒錯 我覺得以這個牌子 除了平時它玩的飛人錶之外 這個潛水錶也會值得玩 以這隻瑞士的牌子來說 它用Soprot P024 可以做到我們折後6000多元 亦都可以嘗試一下